大家好,我是小萱萱 咱们羊场这两天,因为一天小事情停工了两天 通过大队的协商 今天上午已经又开始动工了 本来找的是工人 但是停工两天以后人家工人就是没空 直接把自己家亲戚都给叫了过来 这边是我弟妹人家的哥哥,姐夫,姐姐 全部都过来了 今天一上午的时间 这个小房子基本上都差不多了 在一下午的时间都能全部干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好多网友都留言出谋话说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来的全部都是咱们家的机器 一听说咱们羊场开始动工了 找不到工人 都全部过来这帮忙 人家一天在外边干活的话 都是一个人一天一天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盖房子的速度非常的快 哈喽 一开始以为 放业资金是一个大问题 通过这件事情以后 发现就是人情事故 邻里关系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多数据 你为什么要拆掉 我把他拆掉 拆掉 拆掉 好 我把他拄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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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拄掉 你来不拄政 你来那拄呢 是的 赶紧摔了 摔了来个正常点 你这干活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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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工这两天也没有闲着 咱们把地里边种了点玉米 种了有点晚 不知道能不能长出来 在咱们蒙村 邻里之间的关系 相处起来其实并不像大家 长得那么复杂 也通过这件事情 发现大队村里边 对咱们返乡创业的一个大力支持 有了大队的支持 有了大家的关心和关注 我相信在今后 咱们洋场的发展也会非常的顺利 也非常感谢大家 就像之前咱们说的一样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方法总比困难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改天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拜拜